哈喽各位网友粉丝大家中午好啊 现在是中午11点多了 我是打工家小洞 今天我要去面试 我要去一家工厂面试 面试电工还有机修岗位 如果面试长工我就不用干日节了 干日节收入不稳定 现在公交车还没有来 这间工厂是一家食品厂 距离我这里有点软 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才到 我刚下公交车 现在走去工厂的路上 哇今天广东真的气温太高了 太阳好晒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别人都去和妹妹约会 我要去找工作没办法 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 好了我马上要到那间工厂了 就是这栋楼啊 我来到这家工厂了 在三楼我要上去 这个工业居环境还可以 很干净 讲节 我要上楼上去 我要上楼上面了 那间工厂在三楼 从这个楼梯口上去 逛了一圈不知道在哪里上去 原来后门这里有个楼梯 我刚刚面试出来 那个食品厂的老板娘面试我 跟她聊了半个小时 然后她叫我回去等通知 明天才给通知我 我觉得没戏了 聊的时候聊得好好的 老板娘说给我八千块钱月薪 我觉得还可以 上班时间是八点到下午五点半 但是她叫我回去等通知 看来没戏了 不知道她嫌弃我什么 她说我的证券也齐全 我的电工证 智朗证都有 电焊证也有 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要 叫我去等通知 真的是服了她 是不是嫌弃我长得不够帅啊 还是嫌弃我是近视眼 说实话我是有点近视 平时不戴眼睛 但是去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要戴的 确实有点近视 算了无所谓了 只有干日节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好了视频先到这里了 我要坐公交车回去了 现在都是下午三点了